開學在即防疫不鬆懈 各縣市環保局都已經針對高中 值以下的學校進行環境消毒 而明天下午也要開始變天了 受到封面通過及大陸冷氣團南下影響 北部入夜後 氣溫將驟降到十六度 並轉為濕冷 並預計這波冷空氣在週三 週四的清晨 來到最低溫局部地區 有機會下灘到十度 春上防護衣 清潔隊員 將次綠酸水稀釋後 開始清潔消毒校園周邊的環境 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因為高中以下學校十三號正式開學了 週末開學前陽光露臉 不過要注意的是 受到封面通過以及大陸冷氣團 或強烈大陸冷氣團南下的影響 週一下午要開始變天了 北部地區入夜後 氣溫像溜滑梯一樣 越晚越冷 下探到十六度 雨區也擴大 北部及東半部將轉為 有雨的天氣形態 週三到週四的清晨 是最冷的時候 在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下 中南部的低溫 有機會下探九度 北部的低溫也只有十度 北部及中南部 三千到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望降雪 這一波大陸冷氣團或強烈大陸冷氣團 影響最明顯的時間點 會是在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 那北部溫度最低的時間點 大概會是在禮拜三的清晨 到禮拜四的清晨 這一段時間 中南部溫度最低的時間點 會出現在禮拜四的清晨 一波的冷空氣 其他的強度上來講 是在大陸冷氣團到強烈大陸冷氣團 的一個強度 因為氣溫並不是那麼的低 所以可能降雪的位置 會比較零星一點點 氣象局預估這一波冷氣團 週四白天才開始慢慢減弱 週五到下週日 西半部才會恢復到較為舒適的天氣 未來幾天天氣變化大 民眾出門一定要注意保暖 記者衛出福才溫家凱 台北花聯報道